卡拉哈里沙漠南部一个鸟巢里,一只非洲燕卷尾站在树上端向着孩子,他并不知道辛辛苦苦养育了三个多月的幼鸟,竟然不是自己亲生的血脉,起初孵化的时候也无从判断,因为不骨鸟和燕卷尾产的卵别无二致,他那时只顾激动和全力奉献了,没有注意到别人何时动过手脚。 炎炎烈羊炙烤着大地,黑色的燕卷尾十分不舒服地插着腿站在巢穴里,为了避免阳光直射鸟蛋,他每天都要这样坚持数个小时,只有在清晨和傍晚才可以外出觅食,为了不遥远飞行,这只鸟和树林里的湖蒙走得很近,暂时负责站在枝头提供警戒任务,一旦发现敌人靠近,就用嘹亮的声音提示, 是树下采食的动物,胡蒙听到市井会快速逃回巢穴,在互相建立了信任以后,燕卷尾开始了自己的骚操作,当看到猫幼找到食物的时候,会冷不丁地发出尖叫,洒落在地的虫子就是他的回报。 每次回家都要尽可能地带上食物,幼鸟的胃口越来越大,它只有不停地寻找昆虫喂养孩子,附近还有另外一个鸟巢,这只燕卷尾经过十几天的不懈努力,终于孵化出了第一个幼鸟 它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和幼鸟联络感情,小鸟尚未睁开眼睛就知道张开嘴巴找吃的,母亲只好匆匆外出觅食。 潮雪里的幼儿刚出生就想着排除一起,虽然双眼紧闭,但他似乎能感知另外两个生命也呼之欲出,想着以后自己的食物还要分出去一半,心中便生起胆意,先推出去一个好了。 一番被扛,刚诞生的幼鸟就送走了一个竞争对手,这种恶毒的做法真是令人不寒而栗。 在肯尼亚的东南部,红嘴犀鸟夫妇有序地忙碌着,抚养幼鸟必须找一个安定的住所,完成一项工作,他们会兴奋地起舞,搭建一所房子并不容易, 每天运送泥土都需要来回数千次奔波,为了抵御外敌,建筑材料还会加上马路或在稀泥里,洞口越来越小,此鸟会优先搬进去,雄性在外继续做着风口工作,同时关注着洞内的情况,直到只留下一个可以投喂的间隙才停工,此鸟顺利地产下几枚卵,接下来就是孵化时间。 等待三周以后,他们的孩子接连破壳而出,刚开始只喜欢躲在母亲的羽翼下,过了短短两天,幼鸟就强壮不少,每天张着大嘴嗷嗷待补, 外面守护的熊鸟只好整日奔波,少则几十只的猎不量,令它疲惫不堪,即便忙不更迭地投送喂食,依然无法摆脱小鸟口粮的缺乏,母亲专心负责食物的分配工作,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吃到东西。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个月,又鸟长得很快,并且越来越壮,它们开始不停地索要,叽叽喳喳的叫声令母亲心烦意乱,已经闹得此鸟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,今天要立刻出去才行。 狭小的洞口,钻出去要花上不少力气,但总好过遭受整日而跟不进来的痛快。 幼鸟的母亲只要不在家,它恶毒的本性马上就暴露了,扛着与自己体重相仿的卵往外推,并用尽全身力气。 这次的计划虽然失败了,但母亲没有看到她的卑劣行径,只是觉得好像哪里有些不对。 刚吃下食物,又鸟又张起颜色鲜艳的大嘴,母亲根本没有过多犹豫,再一次飞向原野。 成年燕卷围鸟性格大胆,猛貂也经常在湖蒙活动范围周旋,小体型的鹿生动物都非常惧怕这种超级捕食者。 而燕卷围已熟悉了双方的弱点,只是站在树上等待时机,猫又交接食物的时候,黑鸟发起惊叫,慌乱躲避的湖蒙撒腿逃命。 而燕卷围理所当然地成了渔翁得利的受益者,不过这次发出的只是假警报,低劣伎俩不适宜常用,也很快会被识破。 多次被骗的猫幼再也不相信这只黑鸟,哪怕是叫得大声和急促,反正都已经不为所动了。 一段时间,能捡到的食物越来越少,自己孩子还在长身子阶段,小鸟需要用些别的办法才行。 格陵兰岛的峭壁之上,白甲黑燕一家面临着更大的问题,他们的孩子太饿了,夫妇俩即使不停闲回食物,也难以维持五张嘴的吃喝,当下只有让幼鸟自己接近草地,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窘境。 雏鸟还需要八周才尚可短途飞行,成年燕决定让孩子提前到地面上去,这是一个万般无奈的危险抉择。 父亲示范飞行的时候,小鸟已是震惊地瞠目结舌,他们紧随着母亲不敢往下跳。 当雏燕飞走的时候,也该轮到自己了,抬头的幼鸟听到了父母的召唤,也只好猛然一跃,即使没有飞行经验的雏鸟,他们下坠的时候也会本能地扇动翅膀,哪怕只能起到很小的作用。 如果在半山间落入缓冲地带,就提高了生存几率,能腹部先昭地就更完美了。 看到有同伴跳下去,幼鸟们开始接连效仿,也有不小心滑下去的。 还有一个干脆选择在另处跳跃,肉眼可见的高度令人害怕,没有可以缓降的翅膀摔在地上生死不明,有时候甚至需要极佳的运气才能活下来。 掠食者还是出现了,幼鸟的性命危在旦夕。 成年黑雁看着孩子被强行掳走,却无能为力。 最小的雏鸟一直在山顶观察,唯独圣自己根本无法在山顶生存,也只能跳下去了。 他学习了观察很久,也有了不错的认识,大胆起跳的同时紧跟着张开了四肢,简直像极了飞翔,并且姿态完美又萨。 巢里的幼鸟还在用力搬动身后的卵,它坚决容忍不了争抢食物的同类存在,但这枚鸟蛋往外推的时候,总是没有那么顺利,经过一系列的努力,终于在历劫前把巢里的竞争者推了出去。 母亲不久也回来了,小鸟也欣然接受了美食。 羊庄卖力的成年厌倦为,很难再从湖蒙那里得到食物,只好改用另外的办法。 他已经悄悄学会了猫幼的叫声,第一次使用果真奏效,湖蒙家族又一次上当了。 这只鸟虽然诡计多端,他家中养的孩子却不是自己的,这是一只不古鸟的后代,起初孵化的时候就被放巢穴里了。 和厌卷为鸟产的卵一模一样,他抚养至今也没有发现异常,只是现在看上去和同类家的幼鸟颜色不对号,果真是聪明反被聪明物啊。 格陵兰岛的峭壁下,都是散落的乱石堆,小鸟一个个被摔得头晕眼花,有的可能再也无法站起。 母亲焦急地呼唤着小燕,停留时间太长,就会招来更多的食肉动物,它们必须尽快集合。 目前只找到了两个孩子,黑燕夫妇不能再承受更大的打击了, 它们要赶往安全地带,偏远的石堆里,又传来一个微小的声音,那是一只最后活下来的幼鸟。 今天所呈现的三种鸟类,有的在齐心协力地生活,有的一开始就生存在尔虞我诈的世界里, 还有那些只出生两天就要在极度困境下求生的动物, 它们样子虽然多种多样,却每时每刻都在彰显世间万物的生生不息, 即使不爱,也请勿伤害。 后续更多精彩内容,尽在动物故事频道,感谢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